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事證評論員黃克文章在《大紀元》首發 10月24日,俄羅斯再次指控烏克蘭計劃引爆一枚裝彈攻擊俄軍 外界質質疑俄羅斯是賊喊觸賊 陰謀使用裝彈並栽贈給烏克蘭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雷德·普賴斯警告 俄羅斯如果使用所謂裝彈或任何其他核武器 將會面臨性質嚴重的後果 前一天,美國、英國和法國發布聯合聲明 駁斥俄羅斯宣稱烏克蘭準備使用裝彈的指控 重新繼續支持烏克蘭的主權戰爭 事實上,俄烏戰爭以來,普京已經兩次發出核威脅 第一次是2月27日,美歐制出一系列的針對俄羅斯銀行、高官、高科技等制裁措施後 普京下令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 將俄軍的威懾力量調整至特殊戰備狀態 用俄國防部的話,這個威懾力量只是壓制對俄羅斯及其盟友的侵略並擊敗侵略者 包括在一場使用核武器的戰爭中 第二次,普京宣布吞併烏克蘭的四個佔領區 並對北約發出核威脅 稱一旦俄羅斯領土受到威脅,將使用一切手段反擊 這絕不是恐嚇 對此,在俄羅斯戰爭中大衍身手的烏克蘭陸軍司令阿歷山大·塞爾斯基 警告說,普京威脅將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 這個威脅是真實的,西方應該擔憂 美國對此高度重視 10月6日,拜登表示 普京提到使用核武器時,不是在開玩笑 警告世界正面臨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大的核威脅 在10月11日的專訪節目中 拜登雖然認為普京是不會發動核戰 但覺得普京談論核武是不負責任的 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國家之一的領袖 說可能會對烏克蘭動用戰略核武器 這個會導致非常可怕的後果 普京為什麼感冒天下之大不諱而發出核威脅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得到中共的暗中支持 普京在2月初與習近平會談後 普京等北京奧運一結束就打烏克蘭 9月,兩人在中亞再次見面後 普京立即升級戰爭 因此,普遍認為俄羅斯發動對烏戰爭和發出核威脅 中共在後面起了某種推動作用 中共為什麼這樣做? 一種流行的猜測是 中俄達成默契 俄羅斯打烏克蘭也在為中共對台作戰的探路 試探美國和西方的底線和應對能力 只是沒有想到俄軍戰力如此不堪 但普京被迫亮出的核戰底牌 也讓美歐非常勒手 而在俄羅斯的核威脅令世界緊張的時候 朝鮮也來到天火 進入2022年 朝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武器試驗 已經發射了40多枚導彈 並準備2017年9月以來的首次核試驗 也是2006年以來的第七次核試驗 上個月金正恩宣布朝鮮是一個核武器國家 並稱這個立場是不可逆轉的 10月10日 朝鮮官方媒體發表了詳盡報道 稱其最近一輪的導彈發射是在模擬核攻擊韓國 這令美日航嚴陣以待 9月 羅納德里根號航空母艦參與了美航聯合軍演 以應對朝鮮彈道導彈試驗 美國航母參加美航聯合軍演 這還是2017年以來的首次 最新動作 10月26日 第十一次美日航副外長會議在東京舉行 警告朝鮮 如果進行第七次核試驗 將對其採取前所未有的應對措施 美國當然清楚 朝鮮的挑釁得到了中共和俄羅斯的支持 就在2022年 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進一步制裁朝鮮的行動 遭到中共和俄羅斯的否決 這次 美國副國務卿溫迪謝曼 向中共和俄羅斯發出信息 朝鮮的核試驗對整個世界的安全產生影響 我們希望安理會的每個人都明白 任何動用核武器的舉動 都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改變世界 美國已經意識到 無論是俄羅斯、朝鮮跳得多高 最主要的敵人都是中共 10月16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 無論是政治報告的措辭 還是新一屆軍委班子 都顯示台海戰爭風險顯著提升 中美戰略對抗程度大增 而中共以美國為假想敵 加速核武擴張 支持俄羅斯、朝鮮搞核威脅 不過是為了中共打掩護 中共可不是只是口頭說話 2020年五個大樓首次公開宣布 估計中共已經擁有200多枚核彈頭 美方估計未來的10年 中共的核武庫至少倍增 2021年海外高度關注中共 在玉門、哈密等地大建發射者 今天10月25日 資訊公司Iris Independent Research的總裁 Rebecca Grant在福克斯發文表示 中共的目標是到2027年 建造多達700枚的核武器 到2030年建造1,100枚 中國擁有完整的核科技工業體系 又是世界第二經濟體 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在10年內可以在戰略核彈力量上 和俄羅斯和美國匹敵的政權 當前中共極速核抗軍 就是企圖重塑全球核武力量結構 威逼美國不得不軍事介入中共攻台 可見中共自身信出發展核武 又暗中支持俄羅斯、朝鮮搞核威脅 已經成為全球戰略穩定的最大衝擊因素 對美國和世界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美國對此相當清楚 零例反制近期連出大招 第一 10月13日 美國公布推遲了已久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鎖定中共是最主要的威脅 第二 不斷緊鎖晶片管制 第三 對俄國、朝鮮極限施壓 第四 10月24日 美國空軍大學下屬的中國航空航天研究院 公布了一份長達250多頁的研究報告 盤點了中共火箭軍的發展歷程 其所有基地座標 人員位置、後勤、指揮等等全都被公開 這是非常嚴厲的警示 美國的零例反制 將有效壓制中共的核野心和核礦軍 但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中共已經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戰爭威脅者 只有解體中共 世界才能安寧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願不 accept 蘇哥 如果 invented平均